製作中文字幕 李洛 歡迎大家出正香港年度的超級越菜 上貴菜及四名菜市 今天在雙面題 隔方 在香港現多經濟環境 青年創業更正打工 越方 在香港現多經濟環境 青年打工更正創業 具賽雙方 懷疑正方 上志 補助本上志英文書院 加坊主兵 陳洋瀾 加坊一部 文嘉儀 加坊二部 陳晴 加坊貼兵 陳洋瀾 加坊貼兵 陳洋瀾 加坊主兵 陳正比 一半 李希妮陳 顏庫張力修 顏廉 潘盈郎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分 委員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瑪麗奴修院 學校中學部 中文院女教練 范忠瀾 學生文書院教練 袁俊偉 陳洋瀾 顏武三 香港大學 瑪麗奴修寫老師 文燕利 陳洋瀾 謝謝 喚精 下łada 馬 alta沕 Hazard さ impairment 思語指揮專案公表 一部 要付自由不定 琴一定 更多大的範圍 fi別 時間是 4 三 Scale 踐步規劃會放這步 踐步經規劃會放3分鐘 戴上批進跟30秒有1 頂釘 充分有音樂響台詞 消時重點就會頂釘幾下 產生採關之前演發部於國產球學校 請問相關有個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準備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特別好心態的前置 現在香港的經濟環境有兩個特點 第一 產業負責人單一主行多元 根據2100年施政報告 發展多元經濟產業來創新和科技 分析未來經濟重點 故此政府增加大韓科技企業資助計劃 創意自由計劃 鼓勵青年創業 鼓勵青年創業 驗助他們將創新的意料轉化成產品 第二 同內地經貿會提供 當中兩地共同建設大灣區 為本地青年提供創業機遇 港府推廣如果澳大灣區創業資助的話 如果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提供資助的話 為青年提供資金和體驗的話 支持青年創業 以上海經濟特點反映 港府屬於投降資源或新經濟資助 同時與內地感的聯繫 為青年提供更大的創業機會 面對越來越多的創業空間和支援 而今環境絕對有利青年創業 根據青年發展委員會 青年一般隔離為15至14歲 他們特質分配尋求獨立自主 沿用於冒險嘗試和充滿理想 而根據政府公認努力處置 上京的創業認識又不同 分別為自營生生意、專業創業、承包、特許經營、 新透、收購、新興的創業模式 例如在企業廣點Youtuber的營業包含在內 值得留意的是便題或雙便題制 有甚麼論值便題不能單以打工和創業的本質作比較 必須配合現金經濟和青年兩者的特點論證 論行論便題取得為最年青年的特質下 創業或打工 何者更適合應對現金香港經濟環境 論值便題原因有二 第一 各方會控制趨越時有利青年創業 為應對產業多元發展 港府針對世界青年創業額外 設達了二十多個創業支援計劃 計劃包括青年發展基金 科技創業培育計劃 租金俱調等等 這些計劃正正是針對青年人創業時 容易遇到的問題 例如是租金昂貴、資源不足、專門設定 好像是租電共享公家計劃 只需要貴於市值一半的租金 還租借辦公空間 加上同時提供不同的辦公配套 例如是攜印機、電腦、電腦 或是各方面延佐青年 截至2018年3月 單單是科技創業培養計劃 便應成功附席了620間青年創業的公司 而其中百成仍在營運 高風範亦都是政府協助之下 成功力之一 順利打工 不同的勞工福利保障 例如是標準公司 正在行動院、超市補水 大大爆發都拼了差不多10年 但前前都未落得深 可見政府就願創業和打工兩個概念 並且對前者的支援加大 太后迎禁為精進 提供有利的潛艦及青年創業 第二 青年特質適合創業 成為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孔子 創業師要膽量想發創新 願意嘗試的特質 青年人無論在生態、生意和思想上 都比其他年層更願意無限 想發更為創新 我同意創業不一定能成功 關鍵是在於青年不幸失敗 但終於有時間重振其鼓 如說的創業人陳志成 首兩次創業都失敗過終 正是因為年青人更有失敗 他重新離母的股前 終於是二十一歲第三次創業 靠分享獨立相關條件 至今已累積了傳統一致如益的公眾 市值如益 相反隨著年紀的增長 需要考慮的負擔身家 天天愛陳同安穩的生活 不想冒險 以至努力有足夠的退休保障 創業的成本代價 而會更高 以創業不需要的特質不相負 最後想問有關 同意其他年人 想需要考慮的負擔比年青人更多呢 如果同意的話 又以為年青人更適合打工 是否以為青年打勝一輩子最好呢 謝謝大家 靠方主編發言時間 約3分52分 超市最多分 現在有請 靠方主編發言 靠方主編發言時間 請給我請問特質事件 質疑 大家好 七十年代初 香港製造元發言術初 產品元少世界各地 金融收入持續上升 資金總奠餘 國產業提供有利條件 去到80年代,貨物業抬頭,本發展空間大, 幫創業提供足夠空間。 但可惜,時至今日,地價高,租金貴, 而且創業成本大幅增加。 加上行業競爭帶,因為投資推廣住的資料, 本地的初行業數目已經達到2,600間, 要特為絕非議事業。 要創業,便會及到生產、員工、 廣告成本等等,條件要及高。 一方說到灣區機遇,但私營論青年的意願是怎樣? 如果在灣區,今天是否要討論, 灣區的創業打工去論證會比較合理呢? 一方說到青年勇於上司,我方都不反對, 但勇於這些優點,是否能夠令90後 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之下,靠創業過副呢? 除了優點,我們都會意到, 根據恆大校長何常指,90後在工作坊上, 一方面期望自己的努力向遠期內會有回報, 另一方面期望擁有私人時間, 可惜這班青年是社會的新鮮能,缺少資金。 要否能學者更勝, 就視乎打工還是創業, 更容易貼合到他們的等質和期望, 有可能只是打工更勝, 而一有二,第一,生活相對穩定。 90後追求即時回到,私人時間就不能在創業體現呢? 收入方面,你有收入之前,又有啟動基金, 靠個人儲蓄要打工才能累積財富, 而靠所謂的資助,申請困難, 這麼壓迷惑的幫助不大, 要起步竟然困難匆匆, 還未繼之後的生產、租金、洗幣等。 即是香港創業原本的一調查, 九成的初創企業會在兩年內倒閉, 到底是收入又如何呢? 工事方面,科技初創老闆李敬皇子, 一旦創業,都和放棄私人生活, 更加沒有大致工作生活平衡, 心理壓力比打工大得多。 我方不是說打工很輕鬆,沒有壓力, 只不過他確實少了一份投資的規則, 和面對著破產的壓力。 打工確實不需要日夜打理業務, 放棄私人生活, 卻不能更加合到九十後的期望嗎? 第二,容易累積財富。 一方說到青年創業, 但看成本、租金、入貨、職員身金、 宣傳費用等到遙考慮, 根據第一塔吉大陸私物業本領公司的報告, 全購創業成本入面香港排名第一, 以造金為例, 就雖然大陸一個百五呎的地步, 如租都要三萬, 還沒計其他洗費。 九十後硬硬硬步入社會, 怎樣啟動創業, 承擔日後開支, 這才不會無以為的呢? 至本已經不夠, 更加不說創業要人物, 經驗寬佔力, 成本高競爭就大, 現在有二千多間初創業的企業, 突然失敗, 青年就絕本無歸, 雖然今天打工不能夠達至一夜發達, 但相比起創業, 身仲較為穩定, 可以慢慢累積財富。 今天我們變態討論的, 不是青年應不應該有夢想, 應不應該打死一世工, 而是在現實層面上, 這個經濟環境之下, 打工時設計創業, 會更加普遍地說, 似乎到青年的處境。 如果有一天, 這群青年打工有相當的時間, 對清經驗和資金, 然後創業都未為不可, 但這個情況, 已經不是今天變態所討論的最終點, 基於以上論述, 打工更成創業, 謝謝各位。 請問快樂。 請問專發言, 請會看指令時度、 請問相關關體。 請跟不 aye注意, 請annah發言, 請不及分授時, 請不提及律意 請編述, 請請資訊, 請求分授, 請假提發言次序, 請回答分授, 請問分授, 好, 現在,請防情自由在2位, 更方便, 請微自由選擇, 請問, 正方公別開始,你有多久的時間,準備好前面的選擇 正方公別以為現在創業很難,因為有幾千多間創播創業 我們看到現在創業的資金都成功 正方公別以為有很多其家創播創業的特餘 正方公別以為現在創業很難,因為有幾千多間創業很難 但有跟我們想要任何的問題就知道 有些競爭大力 有跟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前面說 自己前面說,如果有二千多間創業的建議員 因此創業很難,但有跟我們二千多間創業的建議員都會在 有跟我們說有任何創業? 有跟我們說,很假的,你主要說你之後的經驗創業就可以 但有跟我們說現在二千多間創業的建議員要加以化 我幫我們回答,有跟我們說的甚麼 根本是陳春藍軍,不緊要有跟我們說,我看租金 所以不是所有的創業都想要有租金嗎? 不是有跟我們說,有很多新型行業 例如網頁或Youtuber 其實這些等等都不需要理想幫我們租金 甚至租金其實都是由香港政府,我幫我們說了 有很多不同的支援的時候 為甚麼租金樂圍是一個問題 今天有跟我們看到網頁市 不過是想要租金,但其他的成本依然是存在? 而有跟我們說租金,這個不再成立了 緊要跟我們說其他成本 人工等的成本 其實我們看到有些東西其實都不需要人工的 例如我們經營過的 例如我們自己覺得可以打理得到的時候 為甚麼人工會又是一個問題? 方同學,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為我們所說的網頁市場很小 有跟我們說,規模上是不代表創業 方同學,我們現在要比較 他為甚麼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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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其實是因為這樣 我們跟我們說 年青人需要一些過半的時間 但現在很多超成功的問題等等 都會出現,你的過半的時間 才會將來得到 方同學,創業其實是比打工的時間更加長 但我們剛才會說 其實網頁了自己的經驗 每天見到每天都會管住 又要在這個網頁上 有些網頁的時候 每個工作都要這樣 因為我們老師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們說 都要去練習家庭等你 其實打工的環境真的都會出現 今天亦都很針對兩者的經驗 所以大家 駕方公便時長不接觸 現在輪到乳方公便 乳方是自由太春一位便宜 請你自由選擇 由駕方一位便宜 主便 好,駕方公便開始 是有兩者的時間 終於好成功的選擇 我剛才有一個定義的問題 所以我主便說是大灣區 公安大使的一篇創業 我想問今天 香港人的經濟環境 發表大灣的公司 有些跟我所說的 香港經濟環境 是說的 同歸地的英國 是今天 那你不可以接觸大灣區 其實你講的 他都不承認大灣區創業 在今天 不是 有些跟我們今天說 香港經濟 都可以去大灣區創業 即是有些跟我們認為 今天香港經濟環境 可以去大灣區創業 那他就是香港人的經濟環境 那我可能不明白 那香港經濟環境 美國、英國、日本等 各地的創業 是否都是香港秘密環境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 現在經濟環境 最大特略是 同歸地的英國 有關公司 那我想問一下 你想問美金 還有各個原因 或者歐基制 香港和美國 當然經濟環境 都沒有人民 那是否都是互聯盟之一 但有關公司 我們看到 政府完全不出場 沒有啦 可能都說不去 我認為政府會推出一些 那我先從一方針對 導師想問我 我知不知道 清潔家庭的普遍獻權資金 有關公司 你給我講一次 今天講到針對大灣區創業 現在清潔家庭的普遍獻權資金 是針對大灣區創業 看出一些方法 有關公司 我問這個問題 我知不知道 我想問你 清潔是否普遍獻權資金 有關公司 為何普遍獻權資金 有關公司 我想問你 財業成本 那麼低 我想那些錢在哪裡 是否就是你的資助計劃 是呀 今天政府有很多 有關公司 但是今天清潔的調查資金 現在資助計劃 根本不足夠力創業者 所以現在突發情況 只知遇到15萬是究 可能15萬是究竟 有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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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九分多年間 都會 rock 有不合理? 有不合理不合理? 謝謝大家 呼鼻管事勤奏 現在流動駕方向人呼鼻 現在三分的時間 讓我先來介紹一下 主席評伴有沒有跟各位 大家好 首先有沒有跟自相麻煩 有一方面說 現在競爭很大 所以他們不應該創業 第一方面說 等到他們有人物有財富之後 再創業都未遲 那是否等到他們人到終年的時候 競爭會突然小了 突然就會有多了人物 又多了財富 又幫人解釋 再來看兩個論點 第一 有可能打工是比創業更加穩定 我都不否認 創業很可能失敗 但打工又有多穩定 打工的競爭很小 我都看不到 他們現在平均 他們穩都要穩多久 有可能又知道 打工很可能被人解僱 找不到工作 做保險 做地產無底薪 這些是否叫做穩定 再加上重點就是 現在青少年現階段 應該追求的事情是否穩定 打工耗聽點來說 可以有穩定的生活 難聽點來說 就是打赦一輩子 創業需要有想頭 肯磨肯捱 甚至要研究熱血 有想頭 有學識 有懷胖 那一輩子 是否都應該被一份工困綁呢 修養芳又說 在香港的創業成功率 是很低的一成 但我們看看 根據哈佛研究所指 全球平均的創業成功率 都只是八成幾的時候 其實這個數據 是符合全球平均現況 到底有甚麼問題呢 我方主便又問你了 到底現況下呢 現況下他們現在青少年 是打工的話 他們的私人時間會多了多少 有方答不出 因為有方都知道 現在青少年沒有補稅 他們需要青少年工作的時候 有方同人都知道 現在打工福利差 所以有方都答不出了 再看有方第二個論點 有方說 創業成本高原 原因是因為地貨太貴 首先有方解釋了 只是一個實體電 現在有很多新興產業 政府正在做高原化 正在做網店 鼓勵他們去創業發展的時候 根本都不需要破壞 不用面對租金貴的問題 再看現在政府資助看下 他們在政府資助看下 可以給到資金這班青少年去創業 不需要面對一些無錢的問題 例如是除了主便所提到的資助計劃之外 數碼國創業基金為青年提高總子基金 創業的成功計劃底下 成功的例子是GoGoFan GoGoFan由三個八十合青年 用兩萬元創業 得到數碼港創業基金四十萬資助之後 無論是公司商標 法律上 培訓計劃都可以提供專業意見 開業五年之後 阿里巴巴入股市值七十八億港元 再加上硬件支援 現在科技用數碼國為科研創業公司提高場所 青年共享空間計劃 作為創業技術公司提供硬件支援 提供超過九萬平方尺鏡創業場所 來看見通貨商品 請阿康正面回答那方問題 恭喜各位 謝謝 現在方第一部便發言時間為三分之六秒 沒有超時沒有扣封 現在有請到方第一部便發言 在有三分之六秒發言時間 準備好前來介紹一次 大家好 今天有關一條一次 今天又回兩隻 現在中年和青年打工創業哪個 創業哪個更加好 其實我們現在要看現場 是甚麼 要看大工創業的創業 對於青年人說 在這個項目之下 哪個更加適合他們 我們首先就由方議和華廣告 這個資助計劃來講一講 他方說 他的科技資助 可以當他不肯去成本 但他跟華廣告 有多少人 會在創業科技這項目 有方法廣告的告舉 如果是資助的話 正如有一個創業資助計劃 但最近幾年的資金 將資助金 只不過是一千至三千多 如果是創業資助金 始終需要視乎 創業的發展程度 多數青年人 對於初創業資助 都是視之有少 有方向你所說的 幫助有多大呢 接著有方向說 何方說 資助金 例如電腦 聯運費 政府都可以資助給他們 因為這些 對他們來說 有多大的幫助呢 不如說到網頁 但網頁 其實我們說過 簡直只是普通的成本 又叫請人 又叫宣傳 成本依然都是高的 有方向 你可否認證到 如果說到資助計劃 他們也可以幫助他們 你呢 聽說請難道 英國教育文化 Plingons的創業不出 政府的資助 會省事創業的 業務的創業前度 如果同序應的業務 已經獲得批助 所以資助根本就是難以再申請 我們自己也會說 GoGoWang雲例 如果GoWang已經提到 證明了其他運輸的行業 根本就是難以再獲得資助 那我和我怎樣解釋 你所謂說的 620間公司 全部其他層面 發展的反償 都是622間公司以外的反償 可以獲得這些資助 先不想創業 但結果為資助成本工 如果有我和我講的 有一個資助更加少 而且難以申請的計劃 他會說 青年適合創業 這個不是他應該的呢 接著有方和我講 青年有特質 由夢想 誰去追夢 但究竟青年的夢想 是甚麼呢 恒大校長 何順雲智昌 那些青年 在香港追求工作 和私人生活平衡 投資之後 即時回報 這些就是青年所講的情況 有時候說想露險 想露險 但究竟有沒有調查之外 有多少青年人 真的想去露險 有多少青年人 是否真的 他想露險 是否一定要透過創業 他也要透過創業 他的生活 我們看到他們的創業 現在只去了生活 大多數的時間 而且令他們的公司 非常不肯定 有青年人開了一個 網絡公司 看到等了半年 才有一宗生意 甚至賺出來的利益 都是不高的 最後只能靠近 堅持去維持自己的生活 有方同學 這些是否你所說的 適合他們 今天我們看到 有方同學說 要公視長 公視長 但我們今天看到 創業的公視更加長 更加美長 更辛苦 我們今天看到 他和人間的工作 甚至是隔離他工作的時候 怎樣有方同學 創業會更加好 各位 謝謝 主席评判有欢迎订阅各位 大家好 其实有完全分类别提字眼的 青年现今经济环境都没有给我们看过 今天只是给我们看打工和赛业的本质 就是说因为现在要打工稳定 可以帮他们累積财富 但为什么稳定和累積财富是青年想念的目标 有方简点要解释 之后用两个份去看一门两商工的分期 后来不断质疑政府政策不怕 但是说了全场 他们之间很少时间约长 究竟有多少创业家因为这样而失败 例子更加的是全场和我们强烈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的一巴仙人创业成功 但这个数据我方也有看过 数据是由一名手机程式创办人工 就是李敬华在一个赛业的比赛中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我们赛业99家都会失败 一个巴仙人会成功 但数据来源在哪里呢 完全没有说到 更深的是如果他失败现在是因为政府的问题 而不是他们经营自己有的问题 因此有方向自己都要解释 更深的是我们不断说 你的创业成本很高 但我们全场都跟你说 可能大有大做小有小做不一定成本高 更深的是如果你担心成本的话 政府各个政策都帮到你 例如塑瓦多创业微型基金 向创业者提供10万年的总资基金 专业服务发展计划之助 提供10万至100万的资金 有可能时间长 但这个计划自己成为了6个月 会帮清明人由梦想去实际创业 去实际创业 GoGoFan是一个例子 那些都是一个例子的时候 有可能为什么说现在的政策很无效呢 如果你说这么无效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多例子会给我们付出来 更加上的是 如果你说10万元100万都不够的时候 多少才要够 怎样才会有好的创业环境 有可能都要认识 而且有可能完全是输打赢的 只会给我们看成本 不看效益 但也是的 成本提高 但换取的同样都低 每个月只有10,000多元的资金 去到30多40分 你也是只有10,000多元的资金 相反 如果你创业 你好像GoGoFan 只是投资了2万元而已 然后再加上政策的帮助 现在赚出的78亿成本的效益 哪个更多 有可能你都要出来和我们认识 然后第二点 有可能不断和我们说 你打赢很稳定 有很多私人时间 配合听力的特质 但想问 但他何时稳定呢 原来做银行家 你随时要工作到2点3点 有可能强调 青年间将投资 创业物更多 自由 自由 决定创业工业的时间 当然是他创业 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己享受的时间 为什么反而是说大压力呢 一次有可能自己去说 高涉长一些 自己的论点 自己的主线下 同样会受到这个大处影响 一次有可能 因此相瞒他 多谢各位 应该方便预告议 发言时间为3分钟 提名 现在有请各方便预告议 发言 要有3分钟的发言 时间 请大家下面 在前面有少少 小位大家好,來到尾庫位置 今天有幫反對和聽讚和創意很好 看有多少次子 第一句說,年輕人的特質是要無曉創生 在這面是不是說一兩個青年經驗的創意 不是一個應現性的討論 而是在事實判斷,在現今經濟危險之下 普遍的年輕人,到底是創意的 而是大功更加適合 我們眼見到,青年創意容易失敗 都認為追夢就是好呢? 可能失言我方的數據 我方的數據可能看錯了 原來有方看了那麼多青年失敗 還有那麼多資料支持 其實我的數據是來自16年的青年創意 一個調查 它通過了很多私人機構 就發現得出一個初創意 原來超過九成 都會在2年之下倒閉結論 有方無法質疑 我們再說一下 有方就說可以不斷地追夢 不斷地冒業 主要和我方說一個從政旗鼓 但是我和我私人普遍的青年 是不是失敗了兩次 還有能力、還有心機、還有資本去從政旗鼓呢? 如果漠視現實 單是從政旗鼓 單是無形創生 就對創意對青年發展更加有利 例如今年的面題 還有什麼討論的空間呢? 我們說一下 年輕人到底最想業的夢想 是什麼? Ut-Versum的調查件事 本港大學生最慌望的工作運行 是工作生活平衡和工作穩定 創業無無私隱時間 也都要將近公司 工業又都要經常處理這些突發情況 為什麼會是青年的夢想呢? 2018年成大調查件事 六成的大學生根本無意創業 超過一本上大政調官 對於這群年輕人 他們想追求的夢就是一份安穩的生活 有方可以說那方沒有大支 但香港現今經濟環境之下 法國貧貴 他們始終都要成家立室 始終都要兼監這個衣食住行 又是否可以由香港說得那麼理想 那麼好聽呢? 然後溫樂法的支持面是另一個原因 就寄計劃創業成本低 但保安就不明了 2017年香港X方的創業平衡報告 意思 有方又說不重要可以拿資助 又一次就說有共享空間 有方自己就說共享空間也不重要 因為香港也不需要空間 那時候就可以拿一些青年發展基金 但青民的調查也好似 現在的資助計劃根本不足夠 讓創業者面對雖然中的特派情況 至少多少十萬才夠 有方的主意怎麼回答 就說初一回原來就沒有特派情況 有方又不明白有方的螺絲在哪裡 如果有方言這個資助不夠 我再給你一次 一六年的青年創業政策 關注了調查意思 百分之九十年的創業者 都會因為資助更加灰水 而收縮不會拿一些政府資助 現今經濟環境創業成本高 資助更加少 儲了錢 拿完資助也不夠 但如剛才我所說 連都要創業了 那青年就可以去借錢 但風險都是極高 隨時缺本無歸 其實是比較創業的成本 我們的房間大 根本就是沒有這個成本可以 收入又穩定 不容易累積財富 為何不是更適合青年呢 但有個廚場和我方的例子 其實都是一個很高高的 但有可能我方 成業高高高高 一個可以做到成功 但我方正常說 有很多數據 就是九成業都會失敗 有方那些數碼員 或發展資助 科技員可以好成功 但他們自己的動事 和主席都說 創業青年基本上九成都會失敗 所以我方怎樣解釋呢 謝謝各位 在裡面 就會發展 廟宿誌 有廟宿誌 7 6 Bach 4更5 Fac 7 正方 Rock 直播 8 か 我們今天見到阿芳是否公視穩定 甚至能採用 你先回答我 有多少人好像說高分禁成功在採用 香港全球的超前工作 最高的民意都要工作平衡是怎樣 你可能要比較 因為公視長 公有長的問題是 創業的私人時間都會更加少 因為老闆需要穿自己的業務 我再問你 究竟現在多少人可以高分禁成功 直接回答數據 是的 我明白 為何創業的私人時間更加多 不如你跟文靜之報紙 是的 我不想回答我 究竟多少人成功 我先回答你 就是因為老闆要緊張自己的業務 很多的行政工作都要處理 嚴似為員工放工就可以離開 他回家也要約處理業務 我再想問你 有沒有數據表示 青年創業 普遍都會成功 不是有方同學 你根本正跟我們說 他不準時收工 但我們今天看到超時補償 你根本能回答 根本的創業作為老闆 你可以叫他進去做事 還有可能做網路的行政工作的時候 我不明白 這些其實是自己選擇 自己打算得更加大的時候 為什麼工時一定更加長 那頭我想問你 開店初期來的 那麼多人 請不到那麼多人走 是不是老闆自己一個人做了 有方同學 我們自己一個人做了 但他也可以選擇何時做的 有方同學可能是開業的時候 六個月可以慢慢整理的時候 不明白 為什麼今天一定是平時更加長 他說不要緊 如果香港你收穫皮皮 通通報告 因為有很多不是 來自製作為老闆 其實很多都是超時工作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這些生意是初創建業 但是初創建業 可以不可以養青年創業 那廣告的調查 針對的是青年傳 我再問你 有方同學說 現在的疫苗補償很多 但我想問你 有沒有創業那麼輕鬆 不然自己喜歡起座 有何時做 那這種例子有多常見呢 有報道很搞笑 自己的資料都看不清楚 你都是青年創業軍調查的初創 也不是青年創業軍調查的初創 不是青年創業軍調查的初創 不是青年創業軍調查的例子 跟進的是 你說現在打工會 慢慢來 打工反應自由度會比創業更加高 有方同學打開 如果你不照顧那個資料 就給你一個資料 世界公司人集團 刺採人的壞心事 香港青年創業者的失敗率 都是有認識的 有方同學這個資料 你願意沒有 我想問有方同學時 有什麼大性工作 這些大性工作的老闆 誰能夠接受 他失敗了 因為他沒有參加政府的計劃 我們看見 根據中大院有件事 由政府資助的社企成功率 之獲勝的時候 青年應該是放手放鬆 還是求所謂穩定的生活 我方同學有多少人去參加這些資助 主題是從來講 620個成功 一個政策也有620個成功 還未計算 賞班機的BD成功 成功碼碼 是否反而自己做老闆 會比大家更加沒有資格 請給大家解釋 我們為何創業部門 他們說過 有九成的創業 每年兩年之後 老闆要怎麼解釋 因為不是全部人都是 那想問一下有沒有 為何不是跟自己的經營問題 而是全部關於經濟環境呢 有九成的創業部門 我常常和我方報紙 我剛才說 你喜歡甚麼時候做就做 我想問一些更細節的創業 可否幫我改成功呢 有九成的創業部門 我方不明白 你完全沒有認真 不過不理會 有何和我改的工作呢 工作是 你告訴我 你問創業成本 創業成本有些甚麼 我方同學你告訴我自己 你覺得這麼大聲 你猜創業是甚麼創業 有九成的創業 我和我和你講了很多創業 很辛苦 我明白你問有些甚麼 我問有關的創業成本是甚麼 有關的創業成本 可能是模式 但不算創業 或是可以買購買的 但你為何保證 家家都看見做的創業 青年人一定是創業成本嗎 有關的我沒有需要保證 一定成功 我可以同誠了 可以約束放在第一間樓下 現在青年就覺得 即刻創業多些 有關的創業成本 到底包括甚麼 成本是很多 就算除了租金 網上的成本 都有人手傳承的 因為競爭 但就算會特略而出 特略而出 有關的事 有關怎麽獲得特略而出 那有關的創業成本 成本有多大 方向不如答 我想他們的宣傳 只看網店 最好想買 買些手續 那是甚麼成本 有關的 宣傳成本 如果我今天要宣傳的時候 我可以開一個 可能面書的專業 我自己要聽到 他們去上了一些照片 都可以宣傳到的時候 我不明白 哪個學問大成本 有關說面書宣傳得到成本 但人家都要面書宣傳的話 競爭那麼狂 但他們如何拒運 普遍來說可以特略而出 有關的 我們都知道 都可以宣傳得成這樣 只不過有方法認為每個青年賽者都需要上電視台和購物才行 現在不是的 但有方法每個人都會用面書出傳 市場這麼大 競爭這麼大情況 你怎麼都確保普遍的2000人創業一定會成功 有方法有方法不斷強調競爭競爭 全場地下2600間 記得2600間等於競爭競爭 多少間才是你真實 其實有方法的2600間 從來都是副大國方主願說的 今天是很忙點的 如果是遠超的2600家 要跟世界各地不同年齡成一競爭 我再想問你最初次追問 競爭競爭這麼大 市場這麼大的時候 有方法如何確保清競爭 你可突然容易出現 有方法很忙碌的 競爭競爭有很多有二千幾百家 所以就不夠競爭 但那些大公人數會更加多 對 正確 你說過幾乎百分之幾乎 是儲價都從事業中最低 那就是青年大會有很多個成功的工作 我再想問你 現在競爭這麼大 有多個成功 這個市場這麼大的情況 普遍的青年 是九成的人都會失業 那方如何能夠說最多 或者是更加成功的大工呢 譬如有方正先回答 究競爭競爭競爭的人數多些 還是創業的人數多些 這個競爭比較大 有方向打工的人數 都是職位空間 都可以有很多 是遠遠超過他們的人數 但問題就是 因爲創業這個市場很寬敞 但是 那都是他創業的時候 那些都沒有一定的成功 一方以用正義的發言時間 請停止發言 一方上月 五秒 可知有太出便宜 有方向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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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向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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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 酱油 松鼓口 準備時間結束 先入旅方的電動 準備時間 開設一 你好,年輕,不代表需要時事何世 年輕,不代表,不可以不顧何國 那我提倡今年初年做老闆,由大師 在身處遲遲遲黑的香港,法律遲歸 對現在的生活和自由的90後 是否生起一個更加好的選擇呢? 那邊來到微星,突然我發生了一個神大規劃師 看著大家,嘗試一下遲遲黑的香港,創業大公的一班正面的影響 首先創業,不過今天我們說,好店,買些甚麼呢?成本甚麼呢? 有貨要錢的,買得多又怕賣不出 買得少又能提高一些優惠的價錢給股客 那負責要錢的,由於很實體店的員工 才有遭用買地倉再存貨 那貨物又要錢,由倉庫運到國家各戶 收郵費會降低股客的消費意義 不收又會蝕錢 那貨物店是節省到充金的 但是宣傳費不可以節省 那一家密密無明的小型貨物店 不宣傳,為甚麼跟全世界千千萬萬間貨物店 甚至是大型連鎖品牌 在網上開始的銷售品牌去競爭呢? 那貨物店品牌商賣的業務發展經理 為不發脫要事 那新手的店家 平均都要花費收入的品牌,甚至手 只要二十多錢在廣告上 作為宣傳費才會有成效 那今天壹或蝕素傳,貨物水傳,通通勢 sport 香港都要事 又可何要? 即是省得一元,贏得一元呢? 又會長得勒達了多少年呢? 青年又有多少成將可以的成本呢? 那我們跟我說向劉卫義之趣靠怎樣呢? 靠煉簽人的創意思維就可以了 那又可以找梨節,舉出創意去看些甚麼呢? 那都所有累資人都有你所謂的創意思維的時候 為什麼九成都會失敗呢? 之後就開始和我們質疑九成的數據 但我幫他不斷地舉著不同的例子 甚至有我自己也舉出一個資深創業者李健華先生 講完九成的失敗後 為什麼不更突顯青年就沒有那麼失敗呢? 之後傳授我們說 其實一般青年是沉感到不自主無險的 但有沒有真正感應平均現在七年的心聲呢? 主任的星座說 九成後看重的是生活 在私人時間當下恐怖 這些事創業根本難以幫助他們實施 大家幫我設身處理一下 二十多歲創業做老闆 創業初度根本務員工幫手 甚至要親離親為 終日留所在公司 拍戶要自己聯絡 私人時間鎖如無幾 要做到收支平衡 時間以年計 有沒有回報根本無可行 在1990後看重的生活 初戀 是否真是比較高 不整一層呢? 柳哥的時侯好像說 幾乎年年輕就有本錢 輸得起 但青張是為無敵呢? 柳哥同學 當九成的公司 倒閉了時早前 怎麼辦呢? 可能是貸款債務前身 生意失敗帶來的挫敗 甚至宣佈破產 這些是否一個二十幾歲 求生子女能夠承擔得起的呢? 多謝各位 方見面發言時間為三分之四秒 小時不需求分 現在有請教方見面 終結了四分鐘的發言 我先說 那誰是兩兵? 那誰是三分之四 是三分之四 是三分之四 誰聽到哪個 是三分之四 誰是三分之四 誰是三分之四 是三分之四 誰都會有四 去探訪 華為人 在吃飯的時間 做甚麼好吃飯的食肆 主席 評伴有沒有 各位 大家好 有人說 香港不是一個比較發露的地方 即使你有滿康的青春熱血 但在香港 都只是保存方況 有人說 追夢不切實際 都不如 方方分分一世做過打工仔 但試想像下 再主機各位 如果你是一個剛暴入職社會的青年 你的面前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你有沒有選擇追逐你的創意空 第二個 你會平淡地過一世你的打工生活 來到這邊的位置 我們不妨幫這班青年做一個選擇 有可能 今天第一個一路所說 青年追求的是時間和工作 但看看打工 究竟可以有多少時間和多少工作 打工的時間 是老闆說 你現在做完事才可以走 而老闆如果說 你沒做完事 你回家要繼續做的時候 你的私人時間究竟去了哪 以來香港 大部分打工仔 在做金融業 經濟仔 這些通通的超市在全球最高的時候 不明白 可能為何會覺得工作 反而私人時間會高些 打工私人時間會高些 反觀這個創業 原來我的所有行為都是自主 當我生產了一個公司的時候 我不需要聽到 就是我自己做自己的事 我可以將我的私人時間和工作人員融合 都可以 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目中做的事 這樣的時候 正正就可以做到任何我們所謂的私人時間 而高創方面 在當年青絲聯合出來 你不能自己選擇 創業 你可以做自己相處的事 去發展自己相處的創業 可以發展你的所有的方法 這些就是你所說的時間和工作 偏只有創業可以符合到青絕聯 而第二個 就是看香港的經濟環境 今天有方法都承認了 香港現在可以和我們合作 而且政府是有發展多元產業 不過有方法就說 香港市場競爭大 一句競爭大就說 香港青絲聯不能夠投資 所以不適合創業 但問題是打工競爭不大嗎 有方法看不看到 究竟現在香港 現在打工仔面對問題 就是你要和其他人掌這個職位 你可能隨時會面臨這個 全人的財源 說你的工作隨時都可能不保 看回創業 創業可能是二次 大家知道 看回政府原來也有為青絲聯做事 那天呢 創新科技 是政府新發展的產業 而青絲聯做創新科技的時候 競爭比其全共產業更小 因為政府資助創新產業 又做青絲聯發展計劃 去幫這些青絲聯 在創新產業之中突圍而出 而我們參與了這個政策的青絲聯 有五成人都可以成功 因此我們不可以再拿 你的九成人失敗來和我們論證 青絲聯不能夠突圍而出 而再者 我們第三項要看的是穩定性 我們說原來打工你有薪工 但你再面對失敗 你資金有大成本又高 而且又有這個宣傳的資金 因此青絲聯負擔不了 但問題是 說了很多次 政府現在做的是什麼呢 政府做的是 成立了20億的創方創投基金 付款了2億元 成立了這個創業基金 而且目前全場 只是反對了一個例子 推翻了所有政府做的事情 但看回政府推出了22個創方計劃 去為青絲聯提供空間 你所說的租金問題 政府有共享基金給你 你所說的人手問題 政府都由人手陪伴的 而你所說的資金提供 政府都由資助基金的時候 不明白 但有可能肯定性上有什麼好擔心 而說到今天 我方不省略的創業是有機會失敗 但問題是 現在青絲聯的特質就是 即使失敗了 它可以從頭來過 說到一個狗驚的網友 他失敗了3次21億元 所以都依然可以成功 但如果你打死了一輩子 就不可以從頭來過 一定輸了 不可以從頭來 現在車禍內 請出現了 真是各位 健康片尾 健康片尾 4分11秒 超時 順9分 你才好一絕 請大家留意圈圈3分13分 謝謝 我想問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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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剛才 健康片尾 是否真的3分03 我想問多次 是3分03 還是4分03 可以開始 是的 可以開始 3分10秒 不如先到你 立即開 救生 沒問題 謝謝 謝謝 快點 去救生 快點 快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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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